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对于骨刺很多人忍忍就过了 但是请注意 这一忍一托可能就会酿成大错 以吸关节为力 如果听之认之 最后出现畸形和药物不能缓解的疼痛 只能致患关节 两个方子化解骨刺 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方子 一个是著名中医专家教授的方子 涉及的药材有四位 需要熬中药 一个是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提供的方子 是洗泡方子 只需一味中药 先说教授的洗泡方子 特别简单 见效也快 而且是外用方 没副作用 白竹煎水外洗方 白竹 祖方 取生白竹100到200克 加水3000毫升 浸泡一小时后煮备30分钟即可 然后趁温热泡洗换处 每日一到两次 每次20到30分钟 一般用要半个月 便可见效 方解 白竹一气补皮 有固表止汗作用 用于治表须自汗 关节炎风湿痛 主要针对湿气中引起的骨质增生患者 教授的方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骨壁汤 是一张专门用来化解骨刺 骨质增生和止腾号方子 能有效止痛 骨壁汤是由东汉医圣张仲景 伤寒论中的勺肝草汤汤变化而来的 可以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骨壁汤祖方 杭白勺30到60克 生肝草 木瓜各10克 微灵鲜15克 水煎浮 每日一季 分两次服用 方解 中医认为 骨刺骨质增生的根源是人到了一定年龄 血须金亏 鸡脉施养所致 白勺能脸阴养血 缓解止痛 肝草 温中缓金级 它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止疼 微灵鲜和木瓜 有通落 驱崩时的功能 药性走窜 治疗效果大大增强 加减 颈椎骨质增生上方加隔根30克 姜黄10克 气虚者加生黄芪15到30克 腰椎骨质增生加川絮段 桑际生各30克 疼痛剧烈者加桃仁 红花各10克 若服药后出现便糖或腹泻 加白煮或仓煮10到15克 四大辅助方骨刺带给患者的危害很大 在治疗的同时也需做好护理 护理是手 治疗是工 工手结合 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护理上总的来说有四个原则 一 时度锻炼 通过时度的体育锻炼 可改善关节的功能 比如行走 骑自行车或游泳等 可改善患者的心肺功能和糖 脂肪代谢 增强耐力和体能 疼痛较为严重的患者 开始时只能进行激励收缩 而不活动关节 且最好能在水中锻炼 因水中人体重量 只达道路地体重的八分之一 不要坐爬山 爬楼 下蹲和太极拳 舞蹈之类的活动 二 适当补盖中老年朋友和适当补充改制极为生素D等于骨代谢关系密切的药物 同时从事适度的体育锻炼 以剑骂骨组织的衰老和退行性病变过程 三 枕头适中人的 脊柱有颈椎 胸椎 腰椎 底椎极为骨组成 四 如果睡觉时枕头过高 就会人为的造成颈椎生理弯曲度变直 各级颈椎失去正常的位置 同时还会使周围的韧带肌软组织受力不均匀 使颈椎骨质带长性增生 导致颈神经根受挤压 产生颈椎病的各种症状 所以中老年人睡觉应避免枕头过高 四 减轻体重过重的体重会加速关节软骨的磨碎 使关节软骨面上的压力不均匀 造成骨质增生 所以 如果体重超标 最好能够减轻体重 以减少骨质增生的形成 一味中药尖水外洗 用半个月 骨刺就不疼了 简单有效 配合骨壁汤 轻轻松松化解骨刺 如此妙方 值得转发收藏 清酒 一 只是白骨胎 非常感動 一 只能够过来半个月 猜疏 还是出品呢 这就是黑骨山的卖带 少年多跟一只一只桧 一只再好 最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